Hello 大家好 我是汪哥的弟弟 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个 小女孩用金钱买妈妈的故事 布兰卡和弹吉他的人 坐在街边的这个女孩名叫布兰卡 她没有父母 没有朋友 生活来源主要靠偷 性格嘛 你可以说她强势 面对同果对分赃不均的质疑 她从来不会心思手软 这就是她的生存法则 因为露宿街头 她就用纸箱给自己搭了个窝 夜晚来临的时候 布兰卡也会偷偷学习 坐在老树下弹吉他的事 盲人皮特 第一次听见音乐的时候 布兰卡是跑过去的 对他来说这音乐真好听 然后把自己仅有的钱给了皮特 这大概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集 在布兰卡看来 那些有妈的孩子真的很幸福 一次偶然 他在电视上看到了女明星收养孤儿的新闻 既然大人可以买孩子 那么我也可以给自己买一个妈妈呀 为此他更努力地存钱 甚至还想到先前的皮特 是的 他想要拿走他的钱 善良的皮特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想要他给自己留一点早饭钱 布兰卡没有再说话 转而走入了人群里 他努力地乞讨 更准确地来说是为皮特乞讨 等到他回去的时候 先前的小伙伴因为怨恨 已经把他的房子拆了 而皮特这边也因为交不起保护费 被人下令驱逐 目睹了这一切的布兰卡行动呢 他拉着皮特去到了一个新城市 在那里皮特依旧是唱歌 布兰卡也会趁着人们不注意去偷钱 因为他知道 自己离那个买妈妈的三万块还差很远 突然间他看到了一张通缉令 布兰卡又有了一次主意 于是他也一样画葫芦印了好多传单 贴遍了大街小巷 晚上回去的时候 他因为偷盗得罪了一对小兄弟 皮特什么都没有问 反而在第二天的时候教他唱歌 这一对亮眼的组合很快就吸引了酒吧老板 在讨价还价之后 布兰卡和皮特也每天1300的价格入住酒吧 演出前两人去买了新衣服 你知道各种颜色是什么样子吗 皮特说蓝色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 说的时候嘴角还带着笑意 实际上他从出生起就没有见过 橙色呢 橙色是热心肠的颜色 也是日落的颜色 这个回答真的好温暖 刚好布兰卡穿的就是橙色的衣服 临走前他给皮特也拿了一件橙色的外套 渐渐的快乐的时光越来越多 他们不需要在露宿街头 也可以趁着白天去外面游玩 好景不长 布兰卡的优秀引起了一位店员的嫉妒 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 自己才被赶去了楼下 他栽赃诬陷布兰卡拖钱 酒吧老板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他只是把布兰卡攒的钱全都拿走了 就这样布兰卡和皮特回到了露宿街头的日子 你拖钱了吗 皮特的这句话让布兰卡无法反驳 他的确偷过钱 但是酒吧老板的钱他从未动过心思 一旁的修女告诉皮特 布兰卡贴广告买妈妈的事情 两个人因为这件事起了争执 布兰卡一气之下走了 后来他加入了小兄弟的偷钱组合 可有时候他也会迟疑 交谈中他才知道 两个男孩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小一点的那个男孩名叫小巴 也许是厌倦了布兰卡想念 从前和皮特在一起的日子了 他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地方唱歌 却被一个早有预谋的人贩子盯上 差点就被卖了进去 还好布兰卡逃了出来 第二次组织里的大男孩也起了歹心 他打算要把布兰卡卖进去 另一个孩子小巴不愿意 在他心里布兰卡早就是姐姐了 他跑遍了大街小巷 另一边的皮特其实也一直在找布兰卡 三人会合之后 大男孩也回来了 他不愿意放走布兰卡 小巴不停地求情 他说自己不要手机也不要钱 把自己卖掉也可以 只想要他放布兰卡回去 最终大男孩还是动了恻隐之心 出来之后的布兰卡只收了一句话 带我去孤儿院吧 孤儿院里布兰卡并不受待见 他还是没有朋友 也不快乐 在得知 明天要有名人来收养孩子的时候 布兰卡心里又有了想法 穿着夜色 他换了那条橙色的裙子 然后一路跑回了皮特身边 没想到小巴也在那里 望着这一幕 布兰卡哭着笑了 虽然布兰卡没有买到妈妈 但是他却已经有了家人 温暖从来都只是一件简单的事 温暖的爱肯定也是日落的颜色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